欢呼吧 欢呼吧 这一季比到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当你被别人喜欢以后 你以后再演出 最大的笑声只有你上场那一刻 让我再享受一下 最近你知道确实 今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如说我最近搬家了 因为赚到钱了吗 原来是和阳门合作 我现在一个人搬出来了 就是对 人嘛就是这样 你变好的时候不抛弃朋友 怎么证明你变好了呢 而且我这么努力 也是为了他呀 就是为了他将来50年后 有机会跟自己的孙子 指着电视里的我说 你看那原来可是爷爷的室友 但我最近就有点害怕 我发现我新家有蟑螂 你们见过蟑螂吗 太个人了 就吓得我都不敢回家 我原来和阳门合作 的时候家里又有蟑螂 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 可能是因为当你家里 有一个更个人的东西的时候 啥呀 你呀 我让你演得好 好了 这个以上就是我今天脱口秀的全部内容 等一下 完美结束 真的 热搜我都想好了 就是杨门恩 个影人 没有 没啥段 过去这一年我都没怎么做脱口秀 我都在录节目 你们也看到了 都是和什么张博之啊 吴学仪啊 沈蒙晨啊 你知道他们都是那种人 就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是头都特别小 你说我出来乍到的我哪知道啊 我还以为导演组偏爱我 别人都用正常镜头的时候 就给我特写镜头 我以为是想放大我的美 当时真的我都开始怀念起和成禄一起露剪 我说那个时候我不光头小 个儿还高呢 我还是回去录脱口秀吧 只有这些演员能放大我的美 他们都只会放大我的头 太欺负人了他们 头小也就算了 还会特别多的才艺 我都不知道录节目还要才艺的 导演组说你除了脱口秀 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才艺吗 我说会啊 我还会呼吸 我还在这幽默的那边博之姐 咔就倒立起来了 导演组说你看看人家 你还会啥吗 我说我还会讽刺他 你说行吗 你看他脸都变红了 要不我教教他呼吸吧 就啥也不是 除了说话啥也不会 我录节目都不是这个 我最大的困难是 我无法一整集 都保持一个优雅的坐姿 经常就是我录着录着 你就看见我经纪人 在摄像机旁边对着我说 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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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 手一下 腿 合上 就是跟你比比画画的一套动作 坐起来一点 不要驼背 头发 头发弄一下 头发弄一下 转一下 这边好看 手拿下来呢 不知道的 他以为杨丽是不是听力不好 不然录影的时候 为什么前面要配一位手语老师 叫最烦的就是这个 头发弄一下 头发弄一下 那我头发就是又多又密 就往下掉 那能怪我吗 要怪也要怪 控油防脱能力非常好的 养元清洗发水啊 养肺发际线 让你的头发像我一样 密不可控 好了 这回真的没了 这回真的没了 你们也了解我的 我商务都念来了 我还在乎啥呢 谈恋爱吗 不谈了 这一年真的气死我了 你知道现在网上 有一种说法说 你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要先问他一下 喜不喜欢杨丽 喜欢才能和他在一起 我当时想说 他喜欢杨丽 难道他不应该 和杨丽在一起吗 你们是疯了吗 我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谈不成恋爱了 我好不容易有几个 喜欢我都让你们弄走了 我就只能专心搞事业 一不小心事业 有点搞得太好了 我现在不光学习了艺人的优点 我还学习了艺人的缺点 你们能想象吗 那天前几天我竟然拿着一张海报 问我的经理人说 我说为什么我在上面的位置这么偏 你们知道这句话有多可怕吗 我说完我都愣了 我说这竟然是我说的话 这句话太可怕 这句话就好像是那种 贪官收到的第一笔钱 浪子喝到的第一杯酒 就是一切都只是堕落的开始 我以后 我再这样下去 我就会变成那种 凡事都讲究面子 讲究排场的人 直到有一天严重起来 我连被绑架了 第一反正都不是逃走 而是问他说 你就给我准备一辆面包车吗 然后再指着旁边的杨闷人说 我的咖位 他凭什么和我一起被绑架 他说 少废话 庞博你杨闷都在我手上 我说庞博的名字 为什么在我前面 他说你们都给我跪下 我说那我可要跪在最中间 他说我受不了你了 你信不信我要撕票 我说撕票 那法医是不是要来拍 你等一下啊 拍吧 在这张遗照上 我要咽压所有人质 这是我现在最害怕的事情 所以我就快速地反省自己 我觉得我不想变成这样 所以以后我决定 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义 如果真的是最大的努力 我也做不好的话 也没关系 大家也知道 我家是有产业的嘛 我爸我妈是养猪的 所以到时候我就和我妈回去一起养猪 别的不敢说 在那个猪圈里 我一定是头最小的吧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我是一个up主 很开心来到脱口秀大会 今天是天花板之战 导演跟我说 找我来是因为我是数码视频界的天花板 看得出来 我们这样的天花板 不是很高 其实我还是挺紧张的 因为一会儿讲完 就要坐到我们弹总旁边 导演说 你紧张啥呀 你不是采访过很多 世界500强的CEO吗 我说 是啊导演 我确实很小跟这种 中小型企业的老板打交道 大家对我印象最深的是 应该是我采访过 苹果的CEO库克 这件事库克才是主角 但是大家都夸我 说何同学英文真好 人家库克的英文也不差呀 还有很多朋友说 何同学到20岁真精彩 快别这么说 库克的60岁更精彩 今年是我拍视频的第五年 但是我现在还能想起来 我第一次发视频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很纠结 这个视频不发吧 有点可惜 发吧 我还没有准备好成名后的生活 所以说最后还是发了 一天后 这个视频有整整六个播放 一个转发 我妈转的 我深受打击 就把这个视频给删除了 之后我就这个 苦苦钻研视频技巧 终于让视频的播放量升了上来 所以后面就有朋友问我 说小何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为什么你每期视频的播放量 都这么高 因为播放量低的 都被我删掉了 我最火的是我做过一个 改造升降桌的视频 那个视频做完以后呢 就是那个升降桌的厂商的市值 涨了好几个亿 这个其实是一个巧合 没什么关系 但是有一些公司啊 他就受到了启发 去搞什么升降桌 升降椅 还有升降舞台 结果大家是看到了 舞台是升上来了 评分是降下去了 我还做过一些视频 讲的是我做了一个 开灯抛球机 它非常的厉害 在我们办公室的 任何一个角落 它都可以抛一个网球 砸到灯的开关上 这样人就不用走过去开灯了 这个视频做了108天 视频发出来之后 我们的第一条热评是 何同学 你知道有一个东西 叫智能开关吗 所以说经常有观众调侃啊 说何同学一更新视频 我就知道 自己就虚度了几个月 其实何同学自己 也虚度了几个月 不过我拍视频 还是很认真的啊 经常是拍上百条素材 才用一条 同事都不理解 他说有必要这么费劲吗 我不说话 给了他一瓶奶 问他好喝吧 他说好喝 我说当然 这是经典 娟山有机奶 娟山牛的占比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 百里挑一 能不好吗 他说我懂了 我去买经典了 自己去拍吧 现在很多朋友 对我有误解 说我是一个 成功的创业者 但其实我更愿意 称作自己为一个 视频创作者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在我退休的时候 可以留下二十个 被大家记住的视频 十五个也可以 十个也还行 总之创作者最重要的 就是要不停地更新 更新不了视频 就更新我们的人生目标 最后 我们做视频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就是每期视频 一定要有一个视觉爆点 但是今天说脱口秀 可以有什么视觉上的爆点呢 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 我表演一个后空翻吧 导演说 太好了 没问题啊 我说导演 我有个问题 我 我不会后空翻呀 所以说 我就去跑过去教学 教练说 后空翻只有三个动作 跳起来 收 落地 只要你做了这三个动作 就一定能翻过去 所以说 鼓起勇气翻了一个 人确实翻过去了 脸落得地 然后教练很着急 啊 小河你没事吧 我说 啊 教练我没事 我上的那个节目啊 对脸的要求不是很高 所以说实话 就是我练习时间不是很长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能不能翻过去 如果翻过去了 那谢天谢地 如果没翻过去 希望我摔得比较有喜剧效果 帮我翻好啊 但就当给大家拜了个早年 谢谢大家 我是何同学 大家好 我是王某 今天啊 想跟大家聊聊我的婚姻 你们不要这么兴奋 显得你们参与了一样 好吗 今年已经是我结婚的第七年了 我觉得这里可以挖一下 对吧 尤其在我们单位 显得格外难成可贵的 我们公司你们也了解 一年大概有一个名额 小心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效果文化加七年之痒 我就期待一个 负负得正的奇迹了 不过我觉得结婚 还是挺有意义的 结婚对我来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刚结婚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我经常半夜醒过来就吓一跳 我去我旁边 怎么有个人呢 我老婆也是 有一次睡着睡着 叫光一拳给我早醒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领略到女权的力量 她跟我道歉吧 她跟我道歉 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能理解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 另外你上次从床上掉下去 其实是我tried 不结婚很多事都不会知道的 我觉得不结婚我也不会知道 女生化妆有多复杂 尤其是化眉毛 我观察我老婆化妆这么多年 我觉得人类长了两根眉毛 真的给女生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就因为这一步啊 你是需要 把本来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争取化到 还是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老婆化眉毛 就化完之后两边眉毛 一边高一边低 那一整天我看她 我感觉她对所有事情 都格外的疑惑 但是 这个保持不住 但是你知道 当她真正疑惑的时候 她又显得非常兴奋呢 你要出差了吗 你这么不想见到我吗 但是我结婚前 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其实是我结婚之后 居然有一天会需要去买卫生巾 其实这件事很正常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的 我觉得互相帮助 就是成为伴侣的意义之一 但是那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常不知所措 跟你们现在一样 有一点紧张 甚至觉得非常羞耻 我走进超市的时候 那个感应门 自动打开的时候 我都吓一跳 她都看出来我要买什么了 我本来就想着 就是越快越好 我去了 抽一包就走 但是去了超市 我才发现 超市有吗 一整墙的卫生巾 我拿着我老婆 给我的照片 在那一个一个找 我像在参加 最强大脑一样 而且找到之后 我还是很不好意思 我定位好了之后 我就转过身 我等到我周围 都没有人的时候 我偷偷地抽出 这一包卫生巾 我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想的 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我刚走了 没有几步 我大概就是从 那个轻薄日用行 走到了夜用家常 然后最后 吓我一跳啊 走了没有几步 就有五六个保安 围过来了是吧 我就赶紧掏出来 我说不是不是 我那个误会误会 庞博 庞博 就当时很矛盾你知道 又希望被认出来 又不敢被认出来 我就是你们安保 还挺严格的 我们超市挺厉害的 他们说不是不是 平时抓小偷呢 两三个人也就够了 今天听说监控里 看见变态了 都想出来看一看 我后来回想过 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 恐惧源于未知 我对他完全不了解 我对他所有的了解 都来自于电视上的广告 但你们看过 卫生巾的广告 你们就知道是吧 根本看不明白 是什么东西的广告 刚开始有一个女孩 在那特别的萎名 然后她有一个姐妹 在那兴冲冲的 兴致勃勃的走过来 在她耳边说了个悄悄话 然后她也兴奋起来了 我当时看完我就说 这什么东西是吧 兴奋机嘛 我感觉我每天上班 都需要来一包这个东西 而且就算后来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广告之后 我还是很难理解 就是再方便 再舒服 你也不用直接在马路上就 这样吧 太奇怪了 跳得也太高了 你们知道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是吧 我上学的时候 离扣篮就差十公分 我一直怀疑 自己是没有买到 适合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就是这样 婚姻就是很奇妙的 婚姻就是很奇妙 我之所以 我觉得我的婚姻 能维持在一个很不错的状态 是吧 除了同行的衬托呢 其实 主要的原因在于 我太太 在于我老婆 她是一个看问题 比我清楚很多的人 我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 她就跟我非常郑重其事地说 说庞博 你在外面 将来 一定会遇到一些诱惑 但是你不要心存幻想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只会有一个女人 是永远爱你 就是你妈 她真的很理智 因为 比如她也追星 她也有自己的偶像 她非常喜欢李线 但是我也很费解 我说这种又高又帅的男明星 咱们自己家不是有吗 但是她真的很理智 一句话就说服了我 她说你放心 我跟她就是玩一玩 我很快就会喜欢上其他人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一个典礼 当时我听说 李线也有可能会去 那天出门的时候呢 我老婆就很热情地 把我送到了门口 然后还在我这里亲了一下 我说你干什么 偷袭我 是吧 她说没什么 你如果见到李线的话呢 替我把这个带给她 当然那天 李线没有来啊 是我的幸运啊 不然那天也会有一对保安在那 快快快 监控你又看见变态了 真的婚姻 我觉得婚姻并不可怕 我也祝所有 没有结婚的 结了婚的 跟结过婚的朋友们 都好运好吧 也祝李线好运啊 千万不要被我抓到 谢谢大家 我是彭博 我是个内蒙 我的老乡 李旦 Rock和杨蒙恩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 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 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 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排灯吗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 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 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艳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据 大夫我多少度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内向者优势 他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 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个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我是这个家庭的叔叔 梁海元 我不知道他们自己 到底要不要复合 反正我想他们复合 你们赶紧的吧 我心里都已经收拾好了 二婚的蜜月我来安排 帮你们满意 陈龙现在的状态真的非常好 他现在是所有中年男人 最羡慕的状态 你们知道有老婆的中年男人 是什么样子的吗 跟你们说一个新闻 真的前段时间 我看到一个新闻 说一个男子 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但是他硬是 把手机格式化以后 才晕过去的 这也太坚强了吧 虽然这个新闻 完全没有提及 他的婚姻状况 但我们可以推测出 这一定是一个 热爱家庭的 已婚男子 因为只有已经结婚的男人 才会这么坚强 才可以在遭遇车祸的时候 用自己刚刚撞断的双手 把手机格式化了 因为在那一刻 他的脑子无比清醒 因为他知道 如果手机没有格式化的话 人就活也没什么用了 中年男人就是这样子的 真的随时随地 都要保护自己的手机 虽然我说的是他们 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秘密 都在我们手机里面 手机就是我们的灵魂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们现在做什么都已经 完全离不开我的手机了 我现在吃饭 睡觉 上厕所 只要一分钟不见 我就会想 我手机呢 手机在哪里 没有手机 我做什么都不安心 我现在吃饭 可以没有饭 我上厕所 可以没有纸 但是不能没有手机 真的有一次 我上厕所特别着急 但是手机没电了 我还是冲了一会电 才去上了厕所 真的 我以前觉得我是手机的主人 现在我觉得好像手机才是我的主人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最好的猎人 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的 所以最好的主人 可能正在以奴隶的形式 在为我们服务 真的 我们现在就是手机的奴隶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现在有点受不了我的手机了 他太爱熬夜了 每天熬到两三点 搞得我也睡不着 只能陪着他刷综艺 刷电视剧 刷微博 刷短视频 有时候我实在冲不住了 熬不动了 他会这样 啪 掉到我脸上 太形象了 让我瞬间清醒起来 还能再刷两个小时 有时候我都已经睡醒了 他还没睡 自己在那播视频 播了个通宵 电都没有了 真的熬夜对手机不好 熬夜会让手机老得特别快 我的手机才用了一年多 就把自己的屏幕熬出裂痕来了 现在已经人老饥荒 已经是个老人饥了 真的我们现在一天到晚 随时随地都在玩手机 所以我真的很难理解 为什么还会有人会被偷手机 如果你玩手机都不认真的话 那你这辈子还能有什么成就 我如果觉得一个人的手机 在还有电的时候就被人偷了 警察都不应该给他立案 我们现在对手机真的太依赖了 去年十一的时候 我特意找了个地方 我去了一个乡下 我想摆脱一下 对手机对我的束缚 真的没有想到 乡下也不是什么法外之地 乡下的信号好得不得了 在乡下玩手机可开心了 根本停不下来 最后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把我的手机关掉 你们有没有试过 把自己的手机关掉 哪怕只关一天 你能感觉到一种自由 就是一种退出江湖 告别打打杀杀的自由 那几天 我每天看蓝天白云上鸟语画像 我感觉过上了 陶渊明一样的生活 这种生活比每天玩手机 真的好太多了 你知道吗 三天后 我就想把我幸福的生活 分享给大家 可是我没有照片 我也没有视频 只有几行苍白的文字 根本没有任何人给我点赞 那一刻 我觉得非常的失望 我觉得 没有人给我点赞 那我过这么幸福的生活 有什么意义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海员 好断子呀 好断子 喜欢海员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然后我感觉有些观众 可能认识我 然后对 有些大部分 可以了 大部分人感觉不是很熟悉 是因为之前我上过 另外一个辩论节目 但是大部分人不熟悉 是因为确实存在感不是很强 对吧 看到了 看到了 不用 这个地方认可就有点伤人了 对吧 我刚开始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实话说 可能身材管理做得还不错 每次一出来 就会有弹幕飘过 还比较善意说 诶 这哥们长得有点像张若云 然后后来可能是确实 颜值不断下降 到我在上台的时候 突然那个弹幕就变了一个画风 说诶 这个大哥有点像那个 马德华 你看这个用点 就有点显年纪 对吧 很多年轻的朋友 有点confused 马德华老师 这个大哥 你看反应很快 这就一看大概七二年 上大学那年俄罗斯还叫苏联 然后 这个马德华老师 八六版西游记 猪八戒的扮演者 别别别 这个 不用认可了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总是被这种东西伤人 这都不说了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看 我有时候会加大一点 别角的英文 在讲段子的时候 是因为确实我是个留学生 有留学经历 但我一直很自卑 我就感觉你像忽兰那种留学生 确实一看就有文化 然后显得比较洋气 我就经常挺土气 我后来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跟我爸 对我的印象还挺大的 我爸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河南农民出身 然后呢 他就没啥文化 但不知道为啥 对吧 我爸身上就有一种 中年人的迷之自信 我带我爸 出国旅游的时候 走在国外的大街上 他总喜欢用河南话 跟人搭讪 我带他去澳大利亚旅游 澳大利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朋友们 最大的特点就是 不讲河南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父亲 对吧 长了五十多年 就不了解这个事实 第一线到澳大利亚 前面有一个中年妇女 很有气质 本地人在遛狗 我爸没有任何犹豫上去说 哎 能夹沟多大了 我说爸爸 你不妨hold on a second 语言的隔阂 都无法阻止 你对social的热爱吗 后来第二天 我们到了墨尔本 就墨尔本状 墨尔本的城市挺好的 逛得很开心 逛到下午两三点 还没有吃午饭 我爸跟我说他饿了 我说没关系爸爸 我说你饿了 你不懂英语 我懂英语 我给你买个东西吃 对面有个三明治店 我给你买个三明治 我爸当时坚毅地 看着我的眼睛 跟我说 不用 我自己来 我说那你挺厉害 父亲对吧 你自己来吧 我爸就昂首阔步 走进了那个三明治店 卖三明治的店员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 白人小姑娘 左兄前挂了一个名牌 叫Selina 我爸特别自信 跟那个小姑娘说 小妮给我哪个这 而且由于我爸 如此之自信 导致Selina 以为我爸说的是英语 因为 Selina也知道啊 澳大利亚最大特点是什么 不说英语 不是不说河南话 你讲错了 Selina也知道 不说河南话 她那一刻 她心里想的肯定是 这个人说的不会是河南话吧 对吧 她心里一定想的是 她这么自信 说的一定是标准的英文 而我如此之愚蠢 没有理解 她开始疯狂 跟我爸道歉 I'm sorry Pardon me Can you say it again sir 我爸也听不懂 越来越着急 两个人来了 数个回合之后 我爸太急了 说给我拿个面包 你要说小姑娘 毕竟年纪型脑子好使 这一刻终于明白过来 然后 这人是个神经病 我的父亲 最终还是靠着 精妙的body language 和无比的自信朋友们 买到了一个三明治 她出那个商店的时候 手里拿那个meatball sandwich 我都觉得不是个 sandwich 那就是世界文明大团结的图腾 我的不洋气 还提到另外一个方面 我没有什么洋气的爱好 我从小跟着我爸 看我们和那台的黎元春 看那个戏剧节目 对吧 我总喜欢看一些戏剧曲艺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我就听什么流行歌曲 总爱往那些方言上靠 前段时间我们听到一首 那个网络流行歌曲 叫《直断情长》 你们有听过吗 这首歌我就怀疑 是个河北唐山人写的 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怎么会爱上了他 又决定跟他回家 放弃了我的所有 我的一切无所谓 直断情长啊 我想这什么直断情长 这是张立荣老师新单曲吧 张立荣老师你们知道 河北唐山人 本来 本来这首歌 我说实话 我就感觉是一个年轻的网络歌手 倾诉自己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那个口音一出来 我就感觉是赵立荣老师来说 我终于就爱上了他呢 谢谢大家毛东 谢谢 恭喜毛东获得了 谢谢大家 我上一集节目就被淘汰了嘛 被淘汰了 完了之后我又被复活回来了 我就一下体会到了那些复读生的痛苦 就是经历了像高考失败这么大的挫折以后 还要咬着牙重返战场 一边努力一边被人嘲笑 有人说你这比喻不恰当啊 是吧 哪有人能上尽天良到这个地步 去嘲笑复读生 是吧 谁能干出这事 我就干过 我上高中的时候 就跟一个复读的大哥关系就特别的好 我就经常看他一个人坐在篮球场旁边 眼神空洞 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就跑去跟他聊天嘛 我说 你看啊 如果你能把这一个小时用在学习上 你也不至于复读 他听完之后就满脸悲愤地看着我 我还说呢 我说 你打这表情啊 你脸上的笑容呢 你的笑容去哪了 是不是被你曾经的同学带去大学了 现在我的脸上也很难有笑容了 我觉得这都是报应 真的都是报应 就我上次被淘汰之后 我心理压力太大了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就被淘汰的那天晚上 我就做了个梦 就梦到我在会议室开会呢 忽然有个商务人士穿个西装 推门进来 是吧 对着我说 你知道吗 蓝河绵羊奶新推出了成人奶粉 说完他就淋出这一箱奶粉 就面带微笑对我说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 喝这个能补充养 还不长胖 你想喝吗 我说我太想喝了 快给我 他说你想喝自己买去 你一个淘汰选手 我还有脸在这又奶喝 我的天哪 你复活了 人家给你复活了 你真有脸回来 你还要脸吗 我就说 我说 对不起 那是我不对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 这样允许我最后再念一遍广告语好不好 他说 哎呀 行难得你有这份心 来 你念吧 来 我给你起个头 他说好羊奶 我说选蓝河 他说可是蓝河再也不会选你了 我上次就是被逗逗和王勉联手淘汰的 比赛之前呢 我还跑去指导逗逗 我说咱们说脱口秀的 咱们脱口秀演员 在舞台上不要有太多的表演 你呀 你就是太多的肢体动作了 哎呀 一会儿演个这个 一会儿模仿个那个 谁爱看这玩儿 脱口秀要有内涵 脱口秀要有内容 听懂了吗 逗逗说 听懂了 然后他走上舞台 二话不说 光光一顿表演 比我多了三十多票 比完了赛之后 我还跟他说 我说你看吧 是不是只有三十个人爱看表演 就这个孩子就真的 就不听我话的这个事 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回家之后 我就越想越生气 我就抱了个表演班 我也不是说 不是说我不坚持自己 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我最近就太忙了 等我忙完这一阵子 我再去这个学吉他 我就想嘛 肯定是我平时 没有努力钻研脱口秀 最后被逗逗和王勉 轻松淘汰 这也算是天谴 对吧 对我的天谴 我想明白了之后 我就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被这个雷暴惊醒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 那么响的雷 就一个接一个的皮 就给我吓坏了 我说不是说好了天谴吗 你怎么还天天谴呢 我说这个雷是冲着我来的吗 就不努力工作 就有这么大的罪过吗 我就浑身颤抖啊 我就对着天空怒吼啊 我说昌天的 你睁开眼睛看看 就其实就是 王勉工作也不努力 就是 就是你想我这么胖 你说你想把我劈到 你怎么不得来个俩杀 你去劈王勉 你去劈他 你就省雷 对不对 后来我想不对 你说我怎么能这么对我的朋友呢 再说这封建迷信 这也不能倡导啊 就真的如果大自然 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就打雷 就打雷 真的要伤害到人 也千万不要伤害到王勉 好不好 千万不要劈到王勉 不要劈到王勉 但是你可以就是围着他劈 就是 对 就是就围着劈 就好像咱们以前小时候 画画描边一样 就围着一圈一圈 以后王勉 再去街上溜的的时候 背着吉他一出现 一路火光带闪电 我告诉你 周围人看龙帮了 你这孩子周围怎么浑身 怎么怎么电视雷鸣 劈里啪啦 他是不是穿毛衣了他 我跟你说 我也不是害他 我真的不是害他 我就就这样 坏人就无法靠近他了 对不对 就围着他 就一直劈着我 就看他怎么创作 拿不可及的上台唱歌 看你声大还是雷声大 不是 我不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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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圈太牛哥 这是口气呀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 就是跟大家 主要还是想聊聊高考的 我就想聊聊高考 因为我当年确实也没考考嘛 然后我就想 就是人就是面对挫折 就一定要保持这个平常心 就这次比赛 其实我也挺平常心的 我就想你说 我拿了两季的这个亚军了 然后这一季呢 我努力到头 我估计我还是拿一个亚军 就真的我接受这一切 就是我可以不拿冠军 就真的我接受不拿冠军 就我不拿冠军 那谁也别拿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没有 我就是说 我想说 就是我就想回想起来 就是我当时高考 不是也没考好吗 就战胜困难的经验 到底是什么样 就我高考没考好 我经历了那么大的失败 我到底是怎么挺 我到底怎么走出来 后来我就想 我到现在也没走出来 我必须得 我必须得走出来 我真的 我必须得走出来 就是我以前就看到 这个脱口秀演员 就在台上 舞台上就发光发热 燃烧自己 我就觉得 哎呀 你们拼搏吧 我拼不动 我真的拼不动 我现在觉得 我拼得动了 我真的拼得动了 我就是等下次 咱们再表演的时候 咱们就一起好好努力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好好演 就你们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也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想跟你们就 玉石俱焚 想必你们也看出来了 就是我被淘汰这件事 对我来说 早就过去了 我只想说 就是这个夜惊于琴 荒于戏 我的失败可以警示后来人 更要警示我自己 就是明年再有脱口秀比赛 我一定好好努力 真的再也不会被淘汰了 如果我再被淘汰 你记得还要复活我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霍兰 还在一起喘呢 这个事不喘了 已经治好了 是吧 刚才我就在后台 听大家讲什么 父母就越听越觉得 这些爸妈 简直啥父母 对吧 我觉得我妈就挺好的 小时候还跟我说 儿子啊 要是有人打你了 回来跟妈说 我说妈 除了你没人打我了 其他父母打孩子 那还是有理由的 我们东北有句话叫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人闲着 你下雨天打伞啊 你打什么孩子呢 一到下雨天的时候 我就给我爸端茶倒水的 生怕他闲下来 后来总因为这句话挨揍 就去查这句话来历 这句话是什么 湖南四川那边 那边管鞋子叫孩子 下雨天打鞋子 闲着是闲着 下雨天出不了门 把鞋子好好打一打 晴天不就出门了吗 这是讲逻辑的一句话 传到我们彪悍的东北 一听还能打孩子 太讲道理了 小时候还一样 估计你们也是 我妈出门回来之后 回来摸摸那个电视 热不热啊 但我妈对我特别的不信任 但我也没有辜负 我妈对我的不信任 特别的不自觉 一摸就是热的嘛 后来我就知道 要给这个电视降降门 那我给电视降门的方法 就是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给我降门的方法 就跟着学嘛 给电视放石毛巾 拿电风扇吹 还有一次对着电扇 在那擦酒精 但后来我妈没办法 我跟我妈 我妈没办法出门 她又把摇红器啊 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但基本上她出门半小时之内 我就能把那个摇红器找到 我俩基本处于一个 谁都防不住谁的状态 后来我妈没有办法 她又把摇红器放包里 天天背着摇红器去上班 我也不是擅长 我去家电中心 配了个摇红器 天天背着摇红器去上学 而且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 你们也一样对吧 父母经常会 你拿其他家小孩比吗 说看看谁家小孩 怎么样子 我小的时候 已经足够的优秀 做到我妈 目击范围之内 最优秀的小孩 我妈常常苦于 不能拿我跟其他家小孩比 直到后来我妈 看到一本书 叫《哈佛女孩刘一婷》 后来我才知道 这本书给无数的中国小孩 带来终身伤害 就没人 有人没人看过 给你们讲讲那本情节 就是那个哈佛女孩的父母 为了训练这个姑娘的注意力 让她双手去抓兵 里面详细记录了 整个20分钟抓兵的过程 什么啊 几分钟 什么好冷 啊 几分钟 什么嘴唇发紫 什么几分钟 啊 注意力终于训练成了 我妈看到这儿说 这挺好 你也来试一试 她千算万算 忘记我是个东北小孩 我最擅长的就是抓兵 给我一个兵 我随便一抓 就抓半个小时 抓到后面兵都化了 我说 训练什么注意力 兵化了都没注意到 而且长大之后 我回家 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 跟我妈聊逻辑了 她经常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情 我说 妈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她说 你是不是顶嘴 我说 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这何顶之友啊 我说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没法聊 对吧 我跟她说事情 她跟我说顶嘴 我跟她讲逻辑 她跟我聊翅膀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 只有她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而且长到现在 咱们这个年龄 就对父母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 对吧 就是儿女不求 父母为家 做到他贡献了 只要不买理财产品 上到受骗 什么都好 我都是特别害怕 那些买理财产品的 因为他们对我妈 比我对我妈孝顺多了 虚寒温暖也不顶嘴 然后我妈说 你跟人家学学 我说我也不错 对吧 我对我那些客户 也可孝顺了 现在这社会不就这样子吗 每个人都在孝顺 其他人的父母 你看我父亲节的时候 我本来就可以悄悄地 给我爸发条微信 说什么爸爸节日快乐 我为什么要大张旗鼓 还发一个朋友圈呢 就是因为我还有很多 社会上的爸爸嘛 说过来 我真的特别害怕我妈 买什么理财产品 前来这样我回家 我妈让她帮我 帮她看一个理财产品 我算了算 年化率百分之一百一 我说是不是骗人的吗 我妈说怎么会 我说这么跟你说 巴菲特忙活一年 就能赚百分之二十 我说你何德何德能 能赚百分之一百一 我说巴菲特赚百分之二十 是因为买不到 这么好的理财产品 我说妈你不光是金融鬼才 你是逻辑鬼才 东北金融女魔头 还有人花钱跟巴菲特吃饭 我觉得巴菲特应该花钱 跟我妈吃饭 现在我想明白了 就回家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陪她做到她喜欢的事情就好 就回她陪家看看什么电视剧啊 什么这 真的 她看电视剧有特别的意思 她是这个风格的 她看了三四集之后 就忍不住看大结局 看第四十集 那能看得明白吗 她又倒着看 三九 三八 三七 越看越明白 看得跟解谜一样 死了的人看上全活怪了 好 谢谢 我是霍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发现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种文学 什么废话文学 发疯文学 戈登文学 对吧 我最近又听说一个 叫揭画文学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我们揭龙讲故事的这种文学形式 这也太弱势了 挺好玩的 这样我们现场玩一下 好吧 行啊 我们讲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 好吧 有一天 小乌龟和小白兔 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但是因为疫情 比赛取消了 直接又结束了是吗 有推进 有发展的 好吧 有一天 小乌龟和小白兔 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终点设在麻辣兔头旗舰店 这就是兔子人生的终点了吧 接话文学 你好好接 好吧 有一天 小乌龟和小白兔 决定举行一场赛跑比赛 裁判哈道 各级各位 发点枪 碰 打中小兔子 就这只兔子 它必须死是吗 带回家吧 你还真接 接话吗 看见了是吗 没有 这种故事太简单了 我们今天讲到刺激的 比如说恐怖故事 恐怖故事 正好前两天听了一个 说有一个人在一个冬天 他下班回家的时候被打晕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残忍的绑匪 把他绑在一个满是冰的浴缸里 他被绑架了 然后乌龟和兔子来营救他 没有乌龟和兔子了 就讲这个恐怖故事 接话文学 一人一句 在一个下着雪的夜晚 我下班回家 走在一条阴暗的小路上 走着走着 安全的到家了 又让你干结束了呀 剧情推进好吧 就在这时 我的身后传来了危险的声音 倒车请注意 倒车请注意 倒车 倒个车而已 不是很危险好吗 这个声音 是我们平时听到 就会浑身难受的声音 回来加班 这也太难受了吧 太难受了呀 你要的 这个声音 是钢管拖地的声音 拖着钢管的 是钢管吴老师 钢管吴老师太兴业了吧 下班拎管回家吗 居家办公了 好好讲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又挨了一棍 没事 打地鼠了是吗 就挨了一棍 好吧 就在这时 我头上挨了一棍 我回头大喊 没吃饭呀 我也太喜欢被打了吧 我被打晕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 高老庄 穿越了 穿越了好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个 陌生的浴缸里 浴缸里 是满满的一缸 开水 真拿我当猪啊 浴缸里 是满满的一缸冰 奶茶 拿我当真猪是吧 够了好吗 就在这时 我猛的一抬头 发现对面的墙上 血连连的写满了大字 第二倍半价 我们从奶茶店里出来好不好 我被困在满是冰的浴缸里 瑟瑟发抖 我被五花大绑着 绑着你大把的五花肉 你是准备做红烧肉是吗 我的嘴也被堵住了 塞满了葱 姜 蒜 毛巾 毛巾好吧 突然 玉莲被猛的一把拉开 一个陌生的男人 苏东坡 这就是准备做红烧肉吧 猪和珍珠你选一个 多不神啊 进来的应该是绑匪 她 她是一个带着领结的变态 一个只带着领结的变态 只带着领结 她是不是也太奇怪了吧 我仔细一看 发现她的额头上 闻着杀手的英文 K K KILLER KILLER好吗 突然 绑匪一把扯下了我嘴里的毛巾 换上了葱姜蒜 让苏东坡离远点好不好 绑匪拨出了你老爸的电话 我大声求救喊到九九六 绑匪是绑我回来加班的吗 绑匪开出了条件 赶紧准备赎金吧 一百块 太少了 要一百万 赶紧准备赎金吧 七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二 不是一百万吗 法纳帅 你这个时候知道手法了是吗 黄菲继续说到 交易地点就在 澡堂 澡堂也太奇怪了吧 又怎么找你啊 带着凌桀呢 谢谢大家 谢谢 就是动物 打